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啟動法務局跟商業處 負責人他的帳戶還有商業登記要先給他凍結 所以我們該做法律動作我們要先處理 主要是登記凍結 現在才不會去併跟負責人偷產那些 第一個他先送醫院再送基隆的評議官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既然是 既然是台北市民 我們還是看我們協調看看看一邊還是二邊 到二邊集中這樣處理比較方便 我主要是先 第二啦 原則上還是先搶救看看 雖然時間已經相當久了 看有沒有機會 還沒機會嘛 雖然我知道這個相當不容易 不過 不過還是先找到人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在檢察官相驗完畢後 你要送回我們台北市二賓 我們要看 再怎麼處理 至於那個 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啟動法務局跟商業處 負責人他的帳戶 還有那個 商業登記要先給他凍結 所以我們該做法律動作我們要先處理 那主要是那個 登記凍結啦 現在才不會去併跟負責人 脫產那些 所以我們那個法律上該做的我們今天早上商業處跟法務局有去做動作 他就是身體沒有任何披露嘛 那我們就是以我們的 衣服服裝然後將他包起來之後然後我們用上邊的方式 因為他那個地方三路風上還比較不好走 他就說 會去撞到他這樣 然後就是把他扛 把他運送出來 那運送出來之後有 到我們的帳篷區 因為我們不希望這條朋友要淋雨嗎 因為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很多住在那裡 就只有幾朋友 然後就 就在那邊等在丟止了 患者這樣 那他是卡在六二橋下面的藍沙發 那他的下半身是被捲到他藍沙發下面的 氣孔裡面 那我們其實我們是 在我們 就是我們的車頭前面做 下潛然後去做搶行 把他脫離這樣 然後才把他這樣丟上漢 這樣就是我們最後的第一位 那還有第三位的 一位男性小朋友 那 這位小朋友是因為我們的人員是 覺得說運用船艇再收拾的話 可能速度比較慢 讓我們的人員決定冒險 做長距離的漂流 做長距離的漂流 那在做漂流的時候 在六二橋下面大概是 200公尺處 然後就是在 河的中間 靠近左岸的地方 大概靠近左岸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那個小朋友的 呃 的層級這樣 那我們看到之後我們就是 用的人員就是 我們有用上肩 然後以及 我們的員員就是 我們向我們人員的 將我們的裝備 裝備脫出 因為他就是 呃身體沒有 沒有任何的披露嘛 那我們就是以我們的 衣服裝 然後將他 包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用 用上肩的方式 因為他那個地方 山路風上還比較 不好走 他怕說 會去撞到他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 把他 把他什麼的 運送出來 那運送出來之後有 到我們的上肩去 因為我們不希望 他沒有他淋雨嘛 因為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很多住在那裡 就 只有朋友 嗯 然後就 就 就在那邊等在丟車 因為我們上午 是在六合橋 往上 往上跟往下 那 因為我們在五合上跟往下 我們大概收緊了 已經 三到四個小時 那 也投入非常多的人力收集 那我們 有決定說下午 下午的話 我們決定轉三到六合橋 往下 因為在那邊的 補刀裡面有發現 很多的飲料物 背包 鞋子 這樣 那我們決定說 我們人員到時候 下午用完餐之後 後面細節好 我們也是 會往下 會去 他比較適合 我們可以做比較 的地方 然後可以做 做 這樣